连续两天大雨落在南投两海山区 虽然让物色水库经浪不少缓解些许旱象 不过突如其来雨势 也造成山区许多道路摊放中断 正在清的这个位置这个水沟 因为雨下太大土石流就下了 仁阿湘连续两天降下大雨 最大累积雨量已超过400毫米 速度造成许多部落领外道路 因摊放土石流而中断 不过大多已抢通 最严重的还是头89线 例行道路14k到15k路段 直到1号中午才勉强抢通恢复通行 另外83还有85头80线 都陆陆续续发生这个摊放 或者是速导路上的 这几天我们也都折成 开过回货厂商来排除障碍 所以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造成太大的状况 仁阿湘连续所表示 目前未传出有民众生命财产 遭受伤害或损失 虽然这波雨势造成道路灾害 一路去排除 但目前山区土石松动 民众往来山区道路 还是要盛防落实意外发生 原市新闻肉南投仁爱 超棚报导